哈喽,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小童玩具 今天呢,小童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故事咯 天天呢,是一个好孩子,很勇敢的飞行员 可是经历了一次失败的任务,自己的信心受到了打击 天天,你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小丽,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出色的飞行员 上次的救援行动,我飞不了那么远 所以导致好几个小朋友都受伤了 那不能怪你,天天 最后他们都得救了 你自己也因为这个受了伤 你的体力没有跟上,也是由于身体的原因啊 可能我就不适合做一个飞行员了吧 你不要这么想哈 我先回去休息啦 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远处,乐迪,还有佩奇走了过来 小丽,你们在干什么呢? 天天怎么走了呀? 小丽呢,和乐迪,还有佩奇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佩奇说 这也不能完全怪天天嘛 这也证明天天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汪汪队队员 我觉得天天姐姐特别好 每次都耐心的帮助我们 要不然我们想一个办法 帮助天天找回自信心吧 大家一致决定这个主意非常的不错 天天走在路上 遇到了在家门口哭泣的佩奇 哎呀,谁能来帮帮我呀 怎么了佩奇,我来帮你吧 天天,我的玩具飞到了屋顶上面 你看 哦,果然 佩奇的玩具,小猴子,飞到了屋顶上面 我,我够不着它 你能帮我拿下来吗 我 天天想到了失败的经历 她不敢贸然行动 正在这个时候乐迪过来了 怎么了 佩奇,你们这是怎么了呀 我,我的玩具 跑到屋顶上面去了 你们谁能帮我拿下来呀 我的机翼最近受伤了 对不起,佩奇 这不,天天也在呢 天天也是了不起的飞行员 她一定可以帮助你的 我,我不行了 天天,你可以的 你可是最棒的飞行员之一呢 是最勇敢的 相信你自己 天天呢,决定试一试 于是她张开了自己的记忆 现在天天要决定起飞喽 谢谢你 天天,天天成功了 我就知道你可以的 天天,无论发生什么 只要你始终乐意帮助大家 那么你就是最出色的飞行员 我们都需要你 谢谢你们 那么我先走咯 乐迪,你这招真有效果 虽然是善意的谎言 但是能够帮助天天找回自信心 就足够了 好了,小朋友们 小童姐姐的故事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玩具 一定要点击订阅 咱们下一期 再一起来玩 拜拜